大家好,我是伯格,给大家欣赏一对咱们开家的熊哥 熊哥是咱家的第二黄金种群 第一黄金种群种词是伯格一号 这支歌是他配伯格一号的二百零市民 给人做出了很多的赛季,一直延续到很多代 这支歌就是胡本,2016年的 词格是我在天津李总那演进的 他专门玩御论军的歌 这是御论军总教头的一个闺女 是徐安利老师送给他的 是2014年的一个总词 这支词格在演讲是第一金目 我今天给他拍戏了,给他看看 完了再给大家欣赏一下参加这孩子 老家伙,这个大雨点 这个大雨点是2016年的 血统胡吻辉军的 这个瓦辉是总教头 2014年的 是天津李总那家退役的 总教头的闺女 我把他俩配一起了 咱们下屋里抱着窄一张 在这一场里 这是他俩的窄一张 应该是一公一母 这是第三瓦了 第三瓦,第四瓦蛋下完了 找把母哥替的帮下来休息了 这个啊,这是第一瓦 第一瓦,他俩的孩子啊 他出生在 他是4月中旬的蛋 5月下窝的鸽子啊 因为配对晚 因为俩老哥状态不好 我4月4月份给他配一队啊 别的鸽都出一窝了 他来配对,现在妥三条了啊 这只鸽子 这一只鸽出的可以说是相当完美啊 呃,是一只熊鸽 过年呢,我直接呢 以伯格一号相配啊 这是一只熊鸽 眼纱呢,跟他父亲的眼纱基本上一样啊 这个尺骨龙骨衔接都非常非常的好啊 我特别喜欢啊 这属于,呃,虎本配熊教头 他属于杂交鸽子啊 我采用戒血定型配的啊 呃,杂交鸽直接留种啊 这鸽的主管号是2024-06啊 117 1个2,2个2,3个2,4个2 117,4个2啊 这是参考熊鸽啊 特别喜欢 杀眼啊,不成熟的眼纱 但是这只鸽的眼纱结构跟他爸是一样的啊 等到过年的时候,眼纱大变化啊 因为你看眼纱的,你看当年的鸽子和两岁的鸽子是不一样的啊 这只鸽子啊 这只鸽就是那只鸽的通过 他呢,参考是一只鸽鸽啊 读环号呢,是2024-06,117,3个2,1个1啊 诶,这只鸽呢,相当的完美啊 这只鸽子,龙骨,磁骨,硬骨,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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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都非常的好啊 也妥到第三根条了啊 大家看见没有,这个啊,带一根富鱼啊 以前就他爸爸,佩珍珍,伯格一号204的时候 只要带这种白条,或者黄金条的啊 我们送到赛场上去,只要上楼有鸽,都是高位 而且经常的飞鸽王啊 这回呢,他跟那个,他啊 跟那个凯尔的春盘连续镇两届的都属于半屏半 都属于重复一亩了啊 跟那个双鸽钢舞也是重复一亩啊 跟那什么137门啊,几十门的都重复一亩 复兴阳光的16门啊,和44门 那都是他的下一代了啊 所以这只鸽呢,他带了一根富鱼啊 带了一根富鱼呢,就是我们家哥,我自己了解啊 带这种白的啊,无论是转和是赛啊,都非常好使 这只鸽呢,也不例外啊,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总晒型的小鸽子啊 呃,这就是第一我逮着啊,第二我逮着呢,出了一个,第三我逮着大家看到了啊 出了两个,第四我蛋下完了,已经都成了 我早把母鸽剔的,今年就出了四我啊 好了,如果说伏好了,能留七个逮着,如果伏不好啊,目前咱留能留五个了啊 呃,我大家看眼睛啊 这个眼睛也随着,也随着这个父亲啊 撒眼啊,这只鸽长大了啊 这些鸽长大了呢,直接配咱家伯格一号啊 因为咱家伯格一号呢,配繁龙,配忽本,配商界市,配占生,配克拉克,呃,都配出很好的赛季了 尤其配忽本啊,是400公里到700公里的强项啊 在尖南赛市上,所以这样哥长大了呢,直接往伯格一号上配了啊 今天呢,就给大家欣赏欣赏啊 视频就结束了,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